城南就是,是作家林海因,以其7岁到13岁的生活为背景。 写成的一部自传体,短篇小说集,全书用细腻的笔触,描绘初一幅20世纪30年代,老北京的生活画卷。感染了很多读者。 城门力学 宋代有个叫杨时的人,是大学者成怡的学生。 有一次,他去拜访城仪,恰巧碰上城仪在睡午觉。 他就站在门外静静等候,无料天降大雪。 等城仪醒来时,雪已下了一尺多身。 这就是传颂至今的城门力学的故事。 城南就是,是作家林海因,以其7岁到13岁的生活为背景。 背景 未经许全中译为华静靖。 有境界 小说 ser 毁丁 老狱 他走 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